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世代智能OT系统速成班 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产业的首要发展方向 就是智慧化产业 包含制造业也都积极的朝向智慧制造 智慧工厂的方向前进 那像在中国大陆呢 他们都十分明确的想要跳脱硬体平台 朝向软硬整合和垂直应用市场 那台湾的相关业者也因为过去奠定了良好硬体平台的基础 现在都透过集团化或寻找伙伴的方式 建立起个别产业的垂直应用平台 那么在逐渐转网智慧制造的过程当中 相关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要为所有企业的OT转型 带来一系列的精彩课程 我们将针对设备AI见诊 工业4.0中边缘运算要如何应用 以及弹性生产线三大议题 一一位各位观众朋友说明当今的趋势 以及解决之道 那第一堂课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创博的陈维廷处长 我们的陈维廷处长要跟我们说明弹性生产线的部分 维廷好 大家好 维廷那首先我们想要请教您的是 弹性生产线和过去传统的生产线 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们为什么要转成弹性生产线呢 首先针对需求的方向来看 因为未来的生产制造 会从原本的多量少量的状况 慢慢转移到少量多量 那原因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客制化的需求出现 那客制化需求出现就表示 你的生产可能会随时的在变化 那这个变化就 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在生产一系列的产品 那但是到下午的时候你的生产线 一样的生产线一样的产品 但是它可能会有中间工序上面的变化 那这也许是因为客制化的需求 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说 你的产线要能够随时的去应应这样的变化 去做弹性的这个转换 那第二点就是说 大家都希望未来的生产的生产线的设备 能够把它的利用率提高到最大化 那也就表示说 今天这条生产线上面用的设备 用的这个机台 如果在这个其他的应用的时候 也许可以挪去用 就是说比如说这条线现在没有在运作 其实它可以拿去别的生产线去用 所以这个概念就很像这个乐高一样 就是你针对每一个无论每一个生产线 你做的东西其实是希望可以做到所谓的模组化 那这个模组化非常重要 因为它就表示说 比方说刚刚前面提到的例子 早上生产一个系统 下面生产一样的系统 但是有一些客制的变化 那你就只要在线的中间加一个站 这个站去做客制化的部分 那这样子就变成说 你的整个的改动是很弹性 而且是很及时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这个生产的产品没有在生产 但是我有其他的线 它的产能比较高 它需要说其他的设备可以去支援 那我也可以利用模组的方式 把这些站挪到不同的站去用 所以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未来的制造需求 它会要你的这个生产更灵活更弹性 那我们的因应之道 应该就是把生产的这些设备机构 都做高度的模组化 那韦婷你刚刚有提到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客制化的部分 你说因为现在工厂都要走向客制化 弹性化嘛 所以说我们的生产线才能像是乐高一样 去做早上跟下午不一样的变化 那么您说就是工厂要导入弹性生产线 它们应该要拥有什么样的科技技术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你的 所谓的模组化就表示你的机构 它也要量身定做 就是说它是跟原本的传统一条线的 制作的这个机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很多不同的模组化的机构的设计 它可以怎么让你的 比方说你的输送带 你的测试站 你的生产的站 它都可以去做前跟后的衔接 因为这样你才拼得起来 你的乐高才拼得起来 所以第一点就是说 其实你原本的一条生产线的系统 现在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一个站一个站的 智慧的弹性的生产 生产线的单元 那有这单元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这个组合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这所有的资讯怎么串联 因为当你有很多的单元的时候 所以你的组成就不会是只有单一种情况 它可能是很弹性很多种变化的主态 那就是说你要需要有这种工业的通讯 去把这个全部的这个站之间的这个资讯做到比较高层次的串联 像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弹性制造的控制器 它就能做到对各个模组 它透过Ethercat 这个实时的通讯 把所有的机台的相关的运动 运动的资讯 Io的资讯 都做整理会整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也可以对上 把所有的目前的生产线的资讯 传到工厂的系统 比方说MES上面 那它就可以有更及时的这个资讯的分享 那最后一点就是机器人的部分 因为你在这么多的自动化的生产线 你一定需要机器人 那传等的工业机器人的话 它的特色是说 它可以重复的快速的 做到重复性的一些任务 而且它可以就是比较耐重 也不怕这个自己会受到伤害 相对于作业员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生产 变成是少量多样的生产 所以你反而是希望怎样 你的机器人是可以跟我的作业员 就是机器人跟作业员是可以协同的作业 所以你使用的机器人 也会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变成 转为协作机器人 那协作机器人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可以跟作业员一起的运作 而且我的作业员就可以 利用一些引导的方式 就是说比方说我的产线 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变化的时候 它可以快速的就是好像在交这个机器人 就在旁边就好像一个真的人一样 我就跟他讲 你这里这里这几个步骤要改变 很快速的可以教导他 那很快速的可以跟作业员一起完成 这个新的这个生产线需求的调整 大概是这三点技术就是会这个需要 弱实在这个我们弹性的智慧生产线上 因为韦婷刚刚说到弹性生产线 就是机器人的部分 会从传统变成是协作机器人 那协作机器人是可以直接在工厂里面 是跟我们的作业员是一起合作的 那我也很好奇的是 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的就是 那新汉是如何帮助工厂进行自动化设备的规划跟导入呢 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新汉如果要做到 帮客户做到工业4.0的部分 那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就是自己了解说 这个工业4.0里面需要哪些的服务 需要哪些的这个新的功能去满足工业4.0的需求 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新汉的这个华雅工厂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工业4.0的示范线 它等于是做一个完整的工业4.0吧 在工厂里面需要的各个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工业4.0需要的这些功能全部都做进去 包含说一些预知维护 或者说一些虚拟的这个生产系统等等这些功能 全部都做在我们的华雅示范线上 那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工业4.0生产的经验 我们自己也了解就是说需要哪一些的功能快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协助不同的客户 那原因是说不同其实不同的客户 它的生产状况也会不一样 就是它的这个生产的现在的自动化的程度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说 虽然我们在讲工业4.0 但是其实中间有好多三点几二点几 所以每一个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那我们就会根据不一样的客户 他的不同阶段的需求 我们可以帮他做到这个升级 就是一步一步的朝向工业4.0的方向去走 那维婷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会依照不同产业 他们在工业的阶段可能工业2.0工业3.0工业4.0不同的阶段提供不一样的服务 也就算是客制化的部分 那你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然后心看是如何帮忙他们自动化和走向工业4.0 好的那我就举一个工具机产业的例子 像我们的一个客户 他其实是我们台湾最大工具机的客户 那就是友嘉 其实就是友嘉 他友嘉是全台湾第一名的工具机的供应商 他们传统来讲他是提供工具机的设备给客户 但是客户的要求是说希望工具机对应的自动化 对应的资讯的整合 也能够帮他提供对应的服务 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进去的时机 就是因为友嘉这边他们当然他们的工具机很完整非常好 那但是说对于客户公企业的网络的整合串联 工具机怎样把他的资讯去做分享 工具机他怎么样把周边的自动化 跟他原本的自动化 跟他原本的输送带系统 物料系统去做一些串联 这个部分就是利用我们跟友嘉这边的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们就提供一个不只是单独的工具机 而是说工具机延伸的整个自动化 跟这个整线的整合的这个工业4.0方案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维庭的分享 因为您讲到的是非常的多 像是乐高型的生产线 能够依照早上下午可能都不一样的生产线 来去产出做出少量多样的产品 那您也说到像是有协作机器人啊 或者是新汉是有提供客制化的服务去帮助你们合作的厂商 或者是工厂去走向工业4.0 那我也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在以上的访谈一定也收获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从弹性生产线走向是工业4.0中的边缘运算 我们如何透过边缘运算帮助处理和筛选现金非常庞大的数据跟资讯 不要走开我们五分钟后回来